我听说对面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位是一推开施先生家的大门 咕咚就跪地上磕头拜施了 对 当时一敲开门 哐汤 进去我就跪下 跪下就是 哎呦 孩子 这过年还早呢 我是拜施来的 先生 当年这徒弟一开门就跪那了 没吓您一跳吗 吓一跳 吓一跳 是的 吓一跳 是的 吓一跳赶紧把门就关上了 冷静冷静再开开 当时关上了 带东西了吗 那舞台上除了徒弟啊 还有很多位义子啊 比如这个苗副老师啊 你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就成为了施先生的义子呢 我和王生的专场 当时那个邀请施先生好几次 老爷子忙一直没邀上 后来是14年 那天还出了一个特别大的意外 油罐车着火 整个高速堵盐了 我能想象到老爷子出了机场之后一个人 就那啊 老爷子都没给我发脾气 是说了一句 你要再晚来一点啊 我看有一趟回哈尔滨的机票 这比骂你都厉害这个 对 就是生气了 从那天中午开始 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这个词上的变化 冬天中午吃饭开始就叫儿子 晚上把老爷子送回宾馆 然后一推门 就跪下来 当时认完那个义父之后送过我八个字 我到现在都作为自己的这个标杆 都说孩子记住这八个字 说天分 勤分 缘分 最重要的是本分 刚才我说了 我们相声就像一个大家庭 现在有人问我分为主流和非主流 我不知道谁分的 是怎么划定的 这个界限在哪 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学艺 我记得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孩子 要想说好相声 一定要争作一流的演员 所以我就记得 我们这行内有一流 这主流非主流谁画的 另外这个语言逻辑上也不通顺的 我们介绍某一个演员 说这是国家一级演员邹德江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介绍这位是国家非主流演员 这不像人画呀 这种划分真的 妨碍了我们相声艺术的发展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借这个机会感慨的 说这么一段话 希望你们不要把这话剪掉 一定要播出 这对我 对我们从业者 我想都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和警惧 好 我觉得这段话 其实不光是说给我们的观众 对我们的演员 其实也一个非常好的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